香港從來都不會做你 有機會我都想試試 我怎麼搞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大陸鏈之艇片 我和CMIS 上集講完升學之後 很多人都來問我升學的東西 做人不可以只讀書 我們今集會講一下 在台灣有什麼娛樂 有什麼玩 我第一部分講的是 普通的休閒活動 就不是想著旅遊 平時你放假的時候 究竟可以做什麼 以前在香港 我就是用十分鐘之內 可以走路做到什麼 就是走商場 爬山 去一些兒童的公園 圖書館 去游泳 看電影 唱卡拉OK 我現在住這一區 北投區是石牌 我大約走二十分鐘之內 就可以做到我剛才所說的事情 如果有駕駛的話 大約十分鐘都可以去到我剛才所說的事情 不過我自己因為不懂駕駛 我就喜歡用行路 或者坐交通工具 去周圍不同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自己覺得 我有我的自由 就是用腳就可以周圍去 用二十分鐘的行路 我就可以去到很多地方 如果是逛街 不用買東西 逛山那些東西 就是圖書館這些 不用錢 如果要錢的 例如看電影 唱卡拉OK 其實這些都算是 跟香港差不多錢 所以就算是貴的 在台灣 但是運動中心 有得去打冰冰球 逼球場 網球場 這些 就相對便宜一些 游泳呢 價錢就差不多 但是每一個游泳池 都會有桑拿房 蒸氣桑拿 或者是乾桑拿 都有的 還有很多水療 所以就是很多東西玩 而香港沒有的 來到台灣才有的 休閒活動 當然是去慣野市 可以吃很多不同的美食 小食 這裡吃一下 那裡吃一下 也有一個我最喜歡的 就是冬天的時候可以浸溫泉 以前是搭飛機過來浸的 因為現在我住北投區 我發現一個月都可能浸了六次 所以皮都不會掉 但是呢 皺完之後 真的皮膚會滑一點 還有因為我住近北投 又近陽明山 陽明山上面 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花 那它就會 春夏秋冬都會有不同的花期 就有不同的花去展覽 給大家去看的 那收費呢 我覺得都不會貴的 那所以呢 你就會感覺你真的住附近 如果是放假的話 你覺得很近的嘛 那就上去游山換水 那樣 就是這裡拍一下照 那裡拍一下照 去一下大自然 郊外 那樣 又不用錢的 所以這一種 都是一種 在台灣裡面 都幾普通的 幾普遍人都會喜歡做的 遊行活動 來到台灣 都會做一件 香港從來都不會做的事 就是去那些咖啡廳那裡 就是看書 喝咖啡 那樣的 以前在香港 我全家人都未試過做這件事 但是呢 來到台灣之後 就真的都會試過 一家人這樣 去一個咖啡廳 那樣 那又可以看一下書 他們有書給你看看 那樣 那又看一下書 自己喝一下咖啡 吃一點點小吃 那這個都 不只是我一個人做的 是我們見到很多人都這樣做的 所以呢 我們又學一下別人做的 去放鬆一下 所以我覺得 其實來林基 坐在這裡吃蛋糕 喝一下咖啡 看看書 其實都幾舒服的 台灣呢 都有很多的釣蝦場 那就是很多人都會去玩的 我暫時都還沒去過的 有機會我都想試一下 台灣也都有一些小型賽車場 給有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去玩的 那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香港比較沒有這麼大的空間 可以玩這些東西 那台灣呢 有一個好呢 就是呢 因為那個交通都很便利 那我們住的地方 和其他朋友住的地方 都可以搭捷運 就是可能一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出來的了 自己搭交通工具都可以做得到 那所以呢 台灣也都有很多 自己開的小店特色的餐廳 那所以我們有時候 就不是經常吃連鎖店 因為香港就比較少一些小店 但是台灣就很多小店 所以我們有時候可以搜尋一下 搜尋一下 特別我們香港人也可以搜尋一下 一些香港人的小店 或者是一些台灣的特色小店 就周圍去吃一下 這樣跟朋友約出去 四個月回到自己家 其實都是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可以做到 所以呢 這樣的生活 有社交 整個人都會很開心 我知道有些住在英國的朋友 他們都會說 如果要約一個朋友吃飯 要開兩個小時的車 你想想 開兩個小時的車 才去到那裡吃飯 還要我不會開車 那就一定要找人載我 那你如果想約一個閨蜜 出去吃飯 你都覺得 廢話 懶得去 一來一回 四個小時就怎麼搞 所以 在台灣 就可以有一個 還好像香港那樣的 正常的社交活動 以前住在香港的時候 偶爾放長假 就是會去台灣旅遊 現在自己已經身在台灣 所以其實有很多地方 都還可以去玩 變成有時候都覺得 我不用坐飛機去其他地方玩 我自己回到台灣 很多地方都還沒去 都想嘗試去 其實 出名一點的台灣的地方 很多香港人都應該去過 但是我發覺來到之後 有幾個地方 我都很想去 對呀 經常聽到台灣人自己 他們會去旅遊的地方 他們會去小琉球 就是玩水的 要搭船才去到 好像一個離島區 我們香港人通常來台灣 通常玩幾天就走 所以其實沒什麼機會 真的會特地來到這裡 再搭船去到這麼遠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在這裡住之後 我都很想找一次機會 搭船去小琉球玩 還有一個地方 叫金門 我都很想去 因為她是在台灣自己 要搭內陸飛機去到的 或者是搭船也可以 但好像聽聞 如果搭船應該會 拋到想吐 所以我到這兩個地方 我都很想嘗試去 因為香港的朋友來到台灣 都會找我一起去玩 所以我都會和他們一起去玩 一些在台灣的旅遊活動 例如在這裡吹一下玻璃 去陽明山上看夜景 吃飯 去台中觀星 去合歡山看日出 去宜蘭燈炆一下蔥 自己自家製蔥油餅 自己去DIY一杯珍珠奶茶 我覺得台灣有一件好玩的 就是他們因為有很多自己 用農產品的地方 或者有自己的工廠之類 所以他們會有很多想頭 去順便做遊客生意 有些什麼可以給大家去參與 給大家去看的 收回門票費用 所以我們遊客來到 就好像很多東西可以玩 那樣又可以玩一下 那樣又可以玩一下 所以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台灣有些區 就是經常在假日 就會有市集的 例如很近我的玄山區 每逢星期六日都會有市集 你很多手作仔看一下 這件事可以八卦一下 那天去八卦一下 就是看別人的有趣 挺好看的 但就不會好像 只是看來看去都是連鎖的東西 或者品牌的東西 所以會有些驚喜 又看到一些自己獨特的設計 創意 那樣 挺好玩的 就是 台灣的一些兒童公園 都挺多 而且一有一個公園的話 地圖很大 有很多遊樂設施 可能現在都新裝修了 建成了很多給小朋友玩的東西 很好玩的 就是 可能有些玩泥沙 有些很巨型的術滑梯 或者有些很多創新的玩意 可以給小朋友玩 而且這裡很特別 就是 每一區都會有一些室內的兒童遊戲室 就是很便宜的 給你去預約的 那你就可以帶小朋友 在一個放電 那樣 又有冷氣 又可以有很多東西玩 那些事情不錯的 而且 還有台灣的娛樂 你覺得是 大家的心情 都是挺開心的狀態 就是 周圍的人 你隨便問一下人路 或者是隨便 在餐廳吃東西 又和旁邊的人聊兩句 就很容易搭爹 很容易搭散 一邊聊天 你就覺得 人和人有互動 沒有那麼大防備 玩起來 你又會覺得 開心些 搞笑些 就不會好像很大壓力 或者是很緊張 很防備 大家說一些話 是不是有關的 就不會這樣 所以你在台灣玩 都玩得挺放鬆的 如果你還有些什麼 好的建議 或者是好玩的娛樂 歡迎留言 就告訴大家 千天分享到Jerry 下次再見 拜拜 如果大家有居留定居 生活 心理 以及來台適應上的困擾 或任何問題 都歡迎打電話 尋求協助 轉線電話是 02-2700-3199 拍到一個鹹蛋黃 多漂亮 為何會看到這個鹹蛋黃 是因為踩單車 都是景色 不要吵